小家庭買兩房可以怎麼挑呢 最好選擇這種格局方正 而且開門不要建造 最好有獨立廚房 這邊可以做一個中導 像是大人要辦公 或者是小孩子要寫作業的時候 都可以在這邊還蠻方便的 可以彈性運用 客廳的部分 最好面寬要有夠大 所以這邊可以放了下55吋的電視 全家人在這邊追劇的時候 才不會有壓迫感 來到38坪三房產品 客廳超過3米大面寬 超大的落地窗 前面陽台放張椅子喝點小酒 全家人聚集在這邊 超級有氣氛的 而且跟工作陽台完整的分開 更用心的在廚房 側拉欄設計 讓瓶瓶罐罐更好收納 下線是紅碗機 艾子終於不用墊腳先拿碗盤 害怕摔破超貼心 食衣食檯面 切菜不怕刮痕 醬油低到也不吃色 木紋開放吊櫃 LED手掃感應燈 讓整個做菜的動線和手勢更流暢 三房都有開窗 引進大面採光 還能放下雙人蟲 主貨4件是衛浴 難得的是 2件衛浴同樣也有開窗 台中東區唯一的大型造震案 聖美新東區 和捷運金五站只有短短200公尺 基地面積達到2988坪 但建幣率卻不到4成 其他都做綠化與人形步道 總共7棟2到4房 27到47坪 不同房型彼此分流 住戶相對單純 台塘三井拉拉 Port 湖濱原區 秀泰中有都在附近 想看房趕快截圖 留下資訊